大家好我是利蹦 今天來分享一下師傅打王的小技巧 流爪、全背爆擊、追擊腳踢、下蹲衝擊、接住武器、落餘攻擊 這六個技能可以學一下 如果是打魔王法甲的話 我都是先閃躲他的攻擊 再用三角把他打暈 然後再用正方加叉叉 把他往前拉再接三角 按住叉追擊 然後再用流爪加正方 然後再用全背爆擊 不過這個全背爆擊我們擠1.7就好 如果全背爆擊運氣好有中的話 我們又可以正方加叉叉 把他往前拉再接三角了 法甲的第二階段 地圖周圍有一些白色 把他撞壞以後就有棍棒可以撿了 然後他的第一下攻擊我們最好擋住 因為他有時候會用超快速的掃躺腿 我們很難判斷要往上躲還是往下躲 那乾脆都防禦比較好 然後法甲如果從竹林中跳出來的話 我們要等到快被砍到再閃躲 如果太早閃躲就會被砍到 再來來講一下孝恩的打法 孝恩的攻速不快 其實他的攻擊還滿好躲的 然後第一階段地圖周圍有很多長棍 我們在躲掉他攻擊以後 可以按R1丟他長棍 然後連招的部分一樣是正方加叉叉 把他往前拉再接三角 按住叉追擊 然後再用流爪加正方 然後再用急1.7的全背爆擊打他 我發現孝恩還滿怕這個連招的 最後的全背爆擊打中他的機率還滿高的 二階段的孝恩可能開場就用下砍 不過動作還滿大的 我們之後有發現的話就往上躲掉反擊即可 再來來講一下黑木的打法 黑木的一階段還滿難打的 因為他的攻速很快 然後又一下上段一下下段的 新手很容易會被他砍成獅子 我們可以按R2跟他保持距離 然後等他使出3招破綻比較大的招數 我們再打他 第一招是他會使出超快速的連擊 我們可以狂按L1來招架 第二是他會使出比較慢的下上下上揮擊 我們冷靜的躲開以後可以反擊 用三角把他打暈 然後再用正方加叉叉把他往前拉再接三角 按住叉追擊 然後我們用一次流爪加正方就好 用兩次的話可能會被他反擊 第三是我們技守黑木這個連招 這個連招很難躲 所以我們就按R2跟他保持距離就好 連招的最後他會用一個下段攻擊 然後再接一個下砍 我們躲掉他的下砍以後也是可以反擊 二階段的黑木有時候會丟暗器 你如果有學技能接住武器的話 就可以按L1來把他接住 然後他在遠方有時候會使出超快速突擊 我們只要等他身體發出閃光的時候閃躲即可 用三角把他打暈 然後再用正方加叉叉把他往前拉再接三角 按住叉追擊 然後我們就一直用流爪加正方 系統這裡有bug他可能會發呆一直跟你打 有時候你閃掉他的閃光突擊 但是用完三角以後卻沒辦法用正方加叉叉把他往前拉 這時我們改用落雨攻擊就好 然後黑木有時候會跑過來想連擊你 你如果有學技能下蹲衝擊的話 可以抓時機按住正方形使用下蹲衝擊 這樣他就不會對你使出連擊了 再來介紹一下緊縫的打法 你如果想接近他然後躲他攻擊以後再反擊的話 因為他的攻速蠻快的蠻容易被他打到 我覺得比較穩的打法就是我們一直躲他的遠距離攻擊 他都是固定使用兩次上段攻擊以後再接一次下段攻擊 我們冷靜的躲開以後可以增加鎖定值 然後鎖定值滿了我們就用叉眼發動進攻 這樣正方加叉叉把他往前拉 然後再接三角 按住叉追擊 然後我們就一直用流爪加正方 這裡也有可能有bug他就一直發呆跟你打 再來來介紹一下最後魔王羊的打法 在魔王房間前面有一個拿長棍的敵人 我們可以帶著那根長棍進去打羊 開場就按R1丟他長棍 然後我們就按住L1閃躲他的攻擊 他如果用鎖魚攻擊的話我們要閃快一點 閃躲成功的話我們就用三角把他打暈 因為正方加叉叉把敵人往前拉這招對羊沒用 所以我們可以用下上三角把他踢倒 然後再按住叉追擊 然後再用流爪加正方兩次 第二次的流爪他也會攻擊 所以我們打到一半就可以閃躲了 他如果不攻擊的話我們就主動打他一拳再準備閃躲 然後羊在離你有一點距離的時候可能會用滑踢 你就準備好往上躲 如果躲成功的話也是可以反擊 然後他的第一階段我們快要打贏的時候就撿起長棍 然後來把他打贏 第二階段的羊你如果用閃避打法的話容易死得非常慘 羊的第二階段你之後大部分都用招架打他的話就非常好打贏了 招架就是抓他攻擊的一瞬間按下防禦 成功的話就可以對他架式值造成傷害 然後我們之後是拿著長棍招架的話 羊對我們的攻擊架式值傷害就不會太高 不過羊之後是用踩牆踢或是衝刺三連擊 因為蠻好躲的我們還是可以躲掉以後反擊 以上就是我所想到的師傅打王的小技巧 祝大家玩的順利謝謝掰掰